作为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道 巴拿马运河的全长超过了82公里 这个1914年竣工的建筑杰作 也被誉为现代世界的七大工程奇迹之一 由美国政府修建的巴拿马运河 直到1999年都是属于美国官方的国有资产 即使到今天 美国仍然对这条运河乃至整个巴拿马 都拥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 不过巴拿马运河的这种现状 却并不是中国政府愿意看到的 于是作为美国全方位的头号竞争对手 当中国宣布启动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超级工程 尼加拉瓜运河时 全世界都感到非常意外 因为尼加拉瓜运河将会成为 直接与巴拿马运河竞争的项目 而且它的工程规模也是迄今为止 中国修建的所有超级工程当中 最为巨大的 那么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修建这条巨大的运河呢 巴拿马和美国又分别对此举 做出了哪些回应 作为基建狂魔的中国 为什么在2014年12月开工后10年 仍然没能完全完成 尼加拉瓜运河的建设呢 在本期视频中 我们将会您解答这些问题 自16世纪 西班牙对尼加拉瓜开始进行殖民统治 并修建了诸多定居城市之后 时任总督弗朗西斯科科尔多瓦 就有继续建造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运河的想法 因为他认为 由于尼加拉瓜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貌 如果可以打通该国境内的众多内陆湖泊 使其与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的世界第19大湖 尼加拉瓜湖串联 这可以大大缩短 从尼加拉瓜内陆地区到出海口的距离 此外 为了保证运河可以拥有足够的水流量 弗朗西斯科总督 还准备利用一些地势良好的河流 作为这条人工运河的基础设施 但是 凭借人类当时的技术和能力 这项工程的规模和难度 简直是不可以想象的 对比近代建成的巴拿马运河 为了完成这项建筑史上的杰作 一共有一万名工人 在巴拿马运河的修建过程中 付出了生命 而尼加拉瓜运河 278公里的长度 更是超过了巴拿马运河的三倍 因此 西班牙建筑师很快就放弃了建造运河的想法 尽管当时官方的理由 是因为当地土著部落的宗教原因 才取消的建造计划 但事实上 在了解了施工难度之后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还意识到 不应该人为地改变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天然陆地桥 尼加拉瓜 19世纪初 因为当时美国西海岸地区的淘金热 美国政府迫切希望 可以把黄金更便捷地通过船只运送到东海岸 于是美国在尼加拉瓜进行了多次修建运河的可行性研究 并派遣军舰强行获得了尼加拉瓜政府的修建许可核协议 但是最终美国人修建运河的计划也同样搁浅了 因为通过无数次的研究和论证 该工程的施工可行性仍然为零 此外 美国当时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个替代计划 就是在实属哥伦比亚的巴拿马修建另外一条运河 1914年 巴拿马运河完工后 它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一直垄断着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航运业务 直到2000年代初 巴拿马运河的垄断地位才真正受到挑战 首先 因为现代巨型货轮变得越来越大 无法通过运河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不得不启动了一系列扩建工程 以保证航道的畅通 但是加深航道和新闸门的修建 就耗资超过了50亿美元 此外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中国 随着本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中国迫切需要 在全球范围内开发更多的战略资源 以扩大国际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 于是 通过增加对运河的多样化投资和影响力 中国希望可以确保其贸易路线的畅通和安全 以减少自己对马六甲海峡等其他战略航道的依赖 但是由于美国的影响力 中国在巴拿马运河的投资和影响力的扩展 也因此受到了限制 加之巴拿马运河早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航运通道 扩建工程也已接近完工 中国想要以全新参与者的身份 在这里取得有保障的成功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为了寻求新的机会 增强自己在全球航运业的独立性和战略地位 中国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拉丁美洲国家 尼加拉瓜 2013年开始 中国对尼加拉瓜采取了一系列友好的外交政策 不仅向对方提供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优惠贷款和经济援助 大量进口当地包括咖啡和肉类在内的农产品 还与尼加拉瓜政府在多个领域达成共识 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 仅仅在一年之后的2014年 中国便提出了修建尼加拉瓜运河的计划 在谈判过程中 尼加拉瓜政府希望可以获得与巴拿马运河类似的收入 而中国则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摆脱对巴拿马运河的依赖 并确保能从委内瑞拉得到长期的石油供应 经过双方的谈判 最终一家由神秘中国商人王靖临时创立的香港公司 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公司 获得了修建合同 按照具体条款 该项目预计耗资将达到500亿美元 是尼加拉瓜历史上最大的一项基础设施工程 并且 这个名为大运河的项目 计划将会在五年内完工 不过 尽管尼加拉瓜政府拥有运河51%的部分 但实际上 当运河建成后 中国将独自拥有其长达100年的经营权 但是 中国的计划进行的并不顺利 甚至直到今天 工程也没有正式开始 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对这个项目最终能否实现 失去了信心 2015年 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公司负责人 王英 因为在中国股市的崩盘过程中 损失了超过100亿美元 不仅让他的公司陷入了困境 也给他个人带来了法律上的纠纷 2018年 王英在香港的公司办公室被关闭 至此 关于尼加拉瓜运河项目最终破产的猜测 也已经变成了现实 2021年9月 王英被上海证券交易所除名后 便神秘地消失了 值得一提的是 同样是在这一年 巴拿马运河的扩建工程 也已经完全完工 全新的三对船杂 均可以让全世界最大的货轮顺利通过 目前 关于王静与中国和尼加拉瓜政府官员之间 是否存在勾结 已套取政府投资资金的问题 虽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或者公开的报道可以证明 但是尼加拉瓜运河项目的资金管理问题 确实存在 王静与尼加拉瓜政府高层之间的关系密切 尤其是与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的私人关系 更是引发了许多质疑 尼加拉瓜政府在项目批准和推进过程中 对王静和其公司的支持 以及奥尔特加政府在项目失败后 未能明确处理相关问题 全都引发了外界的猜测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趣的内容 或者对我们的本期话题 有着您自己独特的看法 都欢迎大家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将非常期待看到您的意见 同时也请您免费订阅我们的小知识大智慧频道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